嗯 入口的时候牛肉丸居然是脆口的 好像一万头牛在我的嘴巴里面奔跑的 朝擅手打牛丸汤 让你不买鸡票不去潮州 也能品尝到地道的牛丸汤 准备一根白萝卜 把它对半切 切成厚厚的片就可以了 大概在一厘米左右 做好牛丸汤的关键的一步 就是我们提早要熬一个蒜油 锅子的底部微微的冒气泡了 切好的蒜蓉来放到锅中 开小火 熬蒜油的时候记住火力一定不能够大 大的情况下外面焦了 还没有熬透香味没有出来 经过10分钟的熬制 把它熬成金黄色 就可以把它倒出来了 接着我们在锅中放一点 来自于黄浦姜的自来水 先倒入牛肉丸 贴好的萝卜块 同时也放入到水中 大火烧开 加上锅盖关小火 让吃在锅中蒙烧个15分钟 今天康康带来的这款牛肉丸 是朝制的朝扇牛肉丸 弹崖抱之满口牛肉香 坚持手工慢吃 每一颗牛肉丸都经过上万次的垂打 含肉量至少90% 每一口都吃得出脆爽不软弱的肉感 不过呢 今做自个的牛肉丸太划算了 5包每包250克 只需要109块 足足的凉筋半瓶 15分钟到了 一股非常香的牛肉味 不必要的 调味呢 只需要放入适量的盐 加入一点灵魂的白胡椒粉 此时此刻灵魂的蒜蓉 调入两条根 余下的蒜油千万不要丢掉 可以在家里面做蒜蓉粉丝 蒸大虾 出锅前撒入适量的芹菜末 一把香菜点缀我们的朝扇手打牛肉丸汤 就做好了 好的厨房 你的厨房百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